这是一个艺术片 用叉子把它表层的这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土 挺奇怪为什么粉色的 这两位让它这个水分更容易达到里头了 再浇一勺 管阶就是这块属于一个有一定的阳光 又同时飞在阴影里的点 这真的长出来才一天不见 我们已经拍完了 看到了吗 看到那儿了吗 看看这些长的 怎么感觉像小肿瘤一堆 其实还不光这儿长 旁边这块全都长了 这家伙昨天晚上偷偷长了好多呀 看看今天白天 在珠目睽睽之下 它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基本上长成蘑菇的形状啊 它在踢我 它在踢我 我感觉我能盯着这个看一天 太神奇了 睡觉前再加一次水 今天晚上可以好好记录一下它的生长状况 这个水酸液基本上可以吃了 这真的有每天基本上增加两倍 太神奇了 它长得还真的挺好的 闻起来有一种鱼干的味道 interesting 哇 简直是一个艺术品啊 怎么办 我有点鱼心不忍啊 要吃了它吗 先拿回上面给它 看到这一圈了吗 只有一个粉色的粉末装的一圈 我怀疑是它从里头噴出来的包子 可以回收利用一下 也许还能中坏 不过其实这个东西 听说是可以二次收成的 我们可以回头试一下 看看这次的战绩如何 哇塞 这有320克 盘子大概 盘子大概有120克 等于这个蘑菇有200克 然后我刚才在网上看 40克的蘑菇是15刀 也就是说这个得有75刀 然后我们 我们是多少钱买的 30刀买的 净赚45刀 真的有一股海鲜的味道 网上有人说 这个东西尝起来像培根一样 而且说最好啊 最好这个东西不要洗 因为会让它的味道丧失 同时就是料理的时候 因为蘑菇百分之 可能80都是水 料理的时候不好 让味道更加 叫什么concentrate 最后的点心之笔 立住 怎么样 这个拼盘我觉得 可以叫做国色天香 好 抱歉 基本上应该很简单 就是garlic sime 是什么 百里香 好黄牛 要爆一点蒜姜出来 不能煎太多 让效果才好 它已经瞬间变成金色了 还有缺 先让它这个盖煎熟了就行了 很酸的呗 完美 今日的brunch 但是忙活了一早上 终于吃上brunch了 好 嗯 味道真好耶 是有点像肉的感觉 这么说的话 要我去当一个vegetarian 欸不对 应该是fungitarian fungitarian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可以吃到像这种味道的蘑菇的话 但是最后就让它们做成了 这个辣椒 在山脚里面 也会变好 准备 炒一辣椒 谢谢大家